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在现场透露 为了抵挡严寒 自己每天都要贴各种不同尺码的暖宝宝才能去暖 我就是只能带很多的暖宝宝 我今天应该好像贴了有 身上应该有七八片吧 然后还有各种不同尺码的暖宝宝 虽以为人父为人母 但董洁在处理工作和家庭之间似乎总能寻求到一个平衡点 在自己参演的电影 电视剧 微电影都取得不错的反响之后 董洁似乎又对当老板充满了兴趣 采访中问及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时 董洁坦言将与邓超再次携手拍摄一部电视剧 而除此之外 自己也将会尝试更多有挑战性的工作 电视正在拍一部戏 然后是跟邓超 然后还有刘慧宁导演一起合作 然后算是我们既你是我兄弟之后再一次合作 所以说很开心 然后都是相熟的朋友 然后在一起演戏也得心应手 所以我会觉得这部戏还挺期待的 可能都会尝试 包括以后也许自己会 就是自己当制作 然后去做一些小的东西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电影电视剧 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载体 那也许比如说做MV啊 或者说是做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可能跨界设计啊 我自己都会亲力而为 所以说也可能自己会尝试一些 更多的然后更有挑战性的这样的工作